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斯拉Models 作为特斯拉的经典车型之一 受到了很多富豪的高度关注 Models并不便宜 特别是作为纯电动这类型 不管在百公里加速还是续航上 比同类型的产品领先不少 加上高科技配置和漂亮的外观设计 在国内销量也不俗 当然价格也不菲 并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 第二是大众灰腾 其实现在灰腾已经停产了 但是市场保有量还是有的 由于灰腾和帕萨特的外观有一定的相似度 而且同是挂大众标 但是价格却差距较大 灰腾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了 在行业内有句话 说是不怕奔驰和宝马 就怕大众带字母说的就是灰腾 其实也可以侧面反映出 买灰腾的车主非常内野 但是却是惹不得的主 第三是现代的旗舰车型雅克士 这个车型在国内销量非常少 但是在韩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的 雅克士如同通用凯迪拉克一样 是国家元首的御用车型 不管在性能还是配置上 并非普通车型可比拟的 特别是安全性能方面 具备了较高级别的防弹能力 可见购买此车的人有多低调了 以上三种车型 由于价格高昂不太常见 但是能买的家境绝对不会太差 至少比宝马和奔驰要好不少